各位观众你们好 多谢来到肥坤频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肥坤的位置 就在关习 关习 关习这里是工人 工人墙 外面对开一条马路 这条马路叫做何言新市大马路 今天有位网友叫我 走鸭冲河公园 他说想看看近方 鸭冲河公园 肥坤都很久没有走过 现在镜头拍着这边 应该叫木长街 这边是巴士总站 9号 9号A 沿着这条马路 我们一路走上去 这边是有点 在那边 这边是人少 车都很少 很少 车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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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走一下鸭冲河公园 这边有个飞行站 有很多五星级酒店 员工的飞行站 车员工上班 这是一个上落点 我们走公园 过马路在对面 这里也有天桀 有升降机 我们走鸭冲河公园 先说鸭冲河 鸭冲河公园 本身是一个烂地 以前的垃圾 都放在这里 堆田区 澳门有三个垃圾站 一个是鸭冲河公园 一个是鸡冲河公园 一个是鸡冲河公园 一个是机场旁 前面那两个都已经停了 到处建公园 一个是鸡冲河公园 还有机场那一边 我们进到公园 环境非常好 很多桃花树 别人开花了 但这里还未开花 今天太阳很好 蓝天白云 气温有十七八度 室内比较阴冷 出到街上 有太阳曬着 就会全身汗 这里也有叫活火山 以前还未建公园之前 搞不搞就会着火 这个山 现在建了很多设施 有人公固 养了很多鱼 现在人们放生鱼 搞得这些鱼 很大条 大直小 有些手臂很长 很大条 现在春节临近 公园 都有布置 可惜花就比较少些 盆栽花就比较少些 刺激也没有 镜头拍着这间 以前是烧烤的 以前是奔奔开的 不是奔奔开 是奔奔做厨师 现在变成了图书馆 图书馆也挺好的 有冷气 又可以借电脑 又有WiFi 澳门的图书馆 设施都不错 这里有个中山的铜像 我们一直沿着 中标的逆时针 绕过一圈 沿途很多人 还在神运 虽然是晚 现在是11点 早上 都算是晚 仍然是很多人 走到这边 有个烧烤区 平时有很多 有很多 烧烤 平时一早就被人把牆 现在可能疫情关系就封闭了 暂时就不开放 变了清静很多 旁边就是鸭葱河泳 在泳池旁边 加一条铁栏 就是珠海 它黏着的高铁站 很近 一眼就第一时间 看到高铁站 珠海站 在泳池 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没有人玩水 现在就装修 维修一下 这里就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 九谷桥 今天真是好太阳 肥坤走一走 已经全身汗了 再说 例如说起 澳门的 埋连的 扮演的节目 澳门政府说 有两手准备 没有事 就继续 有事 就结束 或者延后 至于年宵 我昨天也走过年宵 那个位置 就是塔石球场 塔石球场 现在正在赶工 有年宵 有花市 我说了几次 都没有 但结果是有的 看看 埋连的几天 是什么环境 如果是澳门平安大吉 每一样 慶祝活动 都是继续的 镜头 这边就是珠海站 高铁 这里走到最后 就是清贸口岸 所以过来 高铁站 就很近 由清贸口岸 过来 走一条长 走廊 也要走 五六分钟 有些人认识它长 实际上不是很长 如果是在那里居住 今天可能晚了 有些朋友在唱歌 都走了 公园里面 还有很多人 在这里消磨时间 有些人在这里放风筝 我们以前叫子妖 叫子妖 正确的名称 要放风筝 这些有很多人不玩 这些所谓风筝 这里有一个大草 草地 给朋友在那里健身 这里有築球场 又有篮球场 又有篮球场 又有壁球场 又可以玩回力球 有很多设施 如果在这区住的人很熟悉 如果在中区住那边 即是新马路局住那些 真的很少来这里 隔摄了 始终是来到关闸 来到关闸 都不会走公园 现在的公园 风景是不错的 神运跑步 就一流 有很多人要走几个圈 才是救后的 肥坤今天 转个圈 这位朋友 可以看到 应该没有什么 改变的 这个公园 白年 只差点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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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